在未来几年澳洲可负担的房产将会逐渐的消失 每个人可能会对可负担 affordable这个字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 但是对我自己的定义 现在可能等于是五六十万的house 仅仅在两年前我们看到很多三四十万的house 到了今天想要找五十几万以下的house 在全国的范围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了 我说的都不只是首府城市 甚至是regional城镇都很难买到了 那如果预算真的很紧的投资者 开始可能只能考虑townhouse或者villa 当然这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townhouse要有一定的土地价值 长远的升值才能相对的理想 像珀斯大家会看到house的价格在暴涨 但是便宜的townhouse涨幅甚至更大 但是这个做法也只是我们预算真的不够 才考虑的次选 但是我最想说的是 如果有些人还在犹豫 应不应该买房 投资者如果现在不行动 再过两年恐怕连60万以内的house 都会逐渐消失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觉得投资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就不要再等待了 要尽快的行动 那如果你也想一起探讨背后的逻辑 以及澳洲房地产市场 未来两年会发生什么 那欢迎你看到最后 我是法兰克 希望帮助投资者理性投资澳洲房地产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我会每周分享一些对你有用的房地产资讯 那需要找我们做资讯的朋友 可以在影片下方找到这条链接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自行预约的 在现金三高的大环境底下 高通胀高利率以及高生活指数 有很多人听到关于通胀的事情 都会有点负面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与其把通胀视为敌人 对房产投资者来说 通胀其实是好事 因为它会加快我们的房价和租金的上涨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高通胀的环境下 很多人是会考虑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里面 因为房地产是硬资产 它的价值会随着通胀而上涨 不过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些砖头更值钱 而是因为我们的货币越来越不值钱了 但是好处就是我们的债务将来也会同时变得不那么值钱 就算我们用来买房的债务从来没有下降 它本身的价值也会随着通胀而变低 那如果我们能够善用好的债务 在这种时候是可以为我们创造难以想象的财富的 投资房地产最好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帮助我们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 就好像我们一年前50万买入的House 今年已经涨到60多万了 那如果我们当初投入的资金只有10万左右 那这笔投资已经带来10万一倍的回报了 当然不是说你卖掉这套房子 你就净赚10万啊 因为如果要卖房会有各种费用和税项 但是如果不卖的话 投资者就可以利用当中的equity 去帮自己继续扩张 购入更多的资产了 这个很重要是因为 如果只靠我们自己存钱 存首付 到我们存到准备下一套的首付的时候 房价已经又涨了很多了 所以当我们有规划 有效率的投资短期 有高升值的地区 我们在扩大我们的房产组合的时候 就自然事半功倍了 在过去这四年 也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件事 所以难怪在过去几年 房价在高通胀 高利率的情况下 还涨得这么厉害 所以无论我们是第一次买房的人 还是想扩展投资组合的人 未来几年算是一个黄金机会 而甚至我认为是最后的机会 可以买到可负担的房产了 两年后我担心的是 连60万以内的house都会完全消失 我们回看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人会对房地产存在悲观的态度 会觉得房价肯定会暴跌 就算不跌也不会涨 当然有些投资者会选择 其他的资产去投资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说的是那种一味的悲观 而完全不投资的人 四年已经过去了 房价也几乎已经翻了一倍 那有资产的人和没有资产的人 财富一下子就拉开了 到了今天 这些人还是不会买房投资的 因为他们又会说房价已经是虚高了 澳洲房价崩盘只是迟早的事 他们会更怕现在入场的 当然了 在澳洲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区 会永远以同样的速度上涨 所以投资者在未来几年一定要有分散投资的一个概念 可以是分散不同的资产种类 但是对于只投资房地产的人一定要意识到分散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地区的重要性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的 你不用担心市场下滑 因为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在不同的周期里面总会有在上涨的房产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会降低投资者自身的风险 万一在现金流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不用考虑说要出售所有的资产 另外也可以从房产组合当中找出最好的市场 快速的出售套现来应急 我们要知道就算是一个很火热的市场当中 像现在的珀斯 阿德莱德 或者布里斯班 房子一上市马上就会卖出的 但是就算是这么火热的市场 从你安排卖房 安排inspection 要找到买家 最终到settlement 整个流程最快也得两到三个月 我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买家 看到某个市场很好的时候 就想一下子在同一个城市买好几套房 那如果你整个房产组合里面 是会有很多套的 那确实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买两三套或者三四套 之后再分散 但是如果整个组合里面只会有三四套房 那我绝对不建议大家太集中 全部买在一个城市 其实我们不应该因为通胀而感到担忧或者害怕 反而可以把通胀视为帮助我们 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 我个人是对现在这种环境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澳洲还有很多值得投资者看的地方 而且都算不难去预测他们会有好的表现的 所以我非常鼓励有贷款额度的人 同时有足够应急的后备资金 并且能够承受低风险的人 在未来两年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房产组合基础 利用这个高通胀的时代 为自己在更短时间内 创造能够满足你自己目标的财富 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会错过这个黄金的机会 及早的行动几年之后回看今天 我相信我们不会后悔今天采取行动了 对于那些负面的声音 从十年前到现在 一直期待澳洲房价崩盘的人 不要被他们影响到你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继续往前冲就对了 如果你也想有目标 有系统 并且正规的建立属于适合你自己的房产投资组合 但是有点迷茫 不知道从何入手 那欢迎你到影片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找到这条链接 在我们网站上面预约一个一对一的咨询 相信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帮忙订阅这个频道 点个赞 并且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